公元前544年 吴国的公子纪扎访问鲁国 欣赏了各国的音乐 当乐公演唱旗风的时候 纪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美在泱泱呼 大风也在表东海者旗太公呼 意思是 美啊 如此恢弘的气魄 这是大国的音乐啊 作为东海诸国表率的 大概是太公的国家吧 在这一集里 我们就来讲一讲 齐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早期历史 齐国的开国之君 吕尚 江姓 吕氏 明尚 一鸣旺 字紫崖 他辅佐周文王之后 被称为太公旺 由于吕尚担任太师 后来周武王遵他为师尚府 吕尚受封于齐 因此也被称为齐太公 史书上对吕尚的称呼有 吕尚 吕望 吕崖 紫崖 上府 施上府 施望 太公望 太公 齐太公等 姓 吕氏 吕氏 之后 民间俗称他为江太公 江子崖 据史书的记载 江姓出自炎帝 炎帝的后裔分散 形成了许多江姓国家 位于今天河南南阳的吕国 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史记的说法 吕国在余夏之际立国 宗氏后裔以吕为氏 其中一些沦为庶人 吕尚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早年居住在东海之兵 战国策说院则记载 吕尚被汉父赶出家门 为了谋生 吕尚在商朝的别都昭哥当过屠夫 在吉金的旅店里当过佣人 根据史记的记载 吕尚博学多才 他曾凭借才学侍奉过帝心 然而不久之后 还是离开了商朝 孙子兵法用剑篇也记载 周知心也 吕崖在英 故为明君贤将 能以上至为贱者 必成大功 意思是 周朝的兴起 是由于重用了在英商为官的吕崖 所以明智的国君 贤能的将帅 如果能用极有智谋的人做间谍 一定可以成就大的功业 关于吕尚遇到周文王的事情经过 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出自史记的记载 吕尚在渭水之兵垂定 被外出巡猎的周文王遇见 文王与吕尚交谈之后十分高兴 说 我国的先君太公曾经说过 今后一定会有圣人到我们周国来 周会因此而兴旺 恐怕说的就是宁旺 我国先君太公 盼望宁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因此周文王尊称吕尚为太公旺 任命他为太师 第二种说法出自孟子 离楼篇 史记也加以收录 根据这种说法 吕尚游说各国 未得知遇之君 后来听说周文王前民 于是主动投奔文王 第三种说法是 周文王被帝星关押在游里时 他的大成散一生 红妖招揽了吕尚 三人共同访求 珍宝美女将这些献给帝星 从而赎回了周文王 为了褒奖吕尚的功劳 文王回国之后就重用了吕尚 这种说法也被史记收录 与前两种说法并列 第四种说法出自屈原的诗句 离骚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吕望之古刀兮 遭文王而得举 虚言的另一篇长诗 《天问》中也有 《失望在四昌和时》 鼓励阳生后和喜的诗句 综合这些诗句 可知吕尚在集市上当屠夫时 操刀腰和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 根据汉代王毅 对离骚的注释记载 正在肉铺里操刀的吕尚 对周文王说 下屠屠牛 上屠屠国 文王听了之后十分高兴 于是重用了吕尚 吕尚辅佐周文王 采用怀柔与武力 征伐相结合的手段 使周人的势力迅速扩大 文王去世后 吕尚继续辅佐周武王 周武王娶了吕尚的女儿 易江 生下太子宋和书渝 太子宋就是后来的周成王 书渝则是晋国的始祖 公元前1046年中月 由于商军主力出征冬敌 周武王打算趁此机会进攻商朝 出兵之前 武王命人用尸草 龟甲占卜吉凶 结果大凶 吕尚建了 立刻推开尸草 践踏龟甲 说枯骨死草 何之吉凶 于是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胜 古奔3000人 甲氏45000人向东进军 2月周军抵达孟京 与雍 卢 鹏 朴 鼠 枪 威 毛 等部族和方国军队会合 随后周军渡过黄河 由于商军主力来不及从东部地区回师救援 一心只好武装大量的奴隶迎战周军 2月甲子日 两军在牧野相遇 旅上率领100名勇士率先冲击商军 周武王的主力部队随后跟进 诗经中的大名义师描述了旅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为师尚府 实为阴阳 两笔武王 刺罚大商 意思是 太师尚府的身姿就像那展示的雄鹰 他辅佐周武王迅速讨伐大商 面对周军猛烈的攻势 商军中的奴隶全无斗志 倒戈帮助周军 商朝大军顷刻瓦解 帝兴逃回别都昭戈 自焚而死 周朝随后占领昭戈 商朝灭亡 根据一周书 市府篇的记载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周军陆续消灭了商朝王迹的残余抵抗力量 以及周围倾覆商朝的方国 控制了原来商朝的中兴区域 关于如何处置商朝王迹地区的移民 周武王询问了群臣的意见 旅上的意见是 闲流阙敌 实民有余 意思是 把这些敌人全部杀掉 一个也不要剩下 绍公事的意见是 有罪者杀之 无罪者活之 意思是 杀掉其中有罪的 让无罪的活命 周公弹的意见是 使其各居其宅 田其田 无便救星 为人士卿 意思是 让这些商朝的移民 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 不要改变他们的习俗 清净其中具有人德的人 最终周武王采纳了周公弹的意见 对商朝移民采取怀柔政策 周武王把地心的儿子武庚 封在商朝故地 继续商朝的祭祀 让自己的三弟管书仙 武帝蔡淑度 去帮助武庚管理商朝移民 随后周武王分封宗清与功臣 屡尚被封在迎丘 建立齐国 视为齐太公 此时的周朝 只是推翻了商朝在中原的统治 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 迎丘递进东夷 周围的衍国 伯孤国 都是原本倾富商朝的方国 周武王把太公封在此地 一方面是为了翻平周市 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周朝在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 太公刚到迎丘时就遭到来仪人的攻击 击退来仪之后 太公又遇到了当地名人不肯合作的问题 狂育化氏是当地著名的贤人 他们认为不臣服于天子 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 太公请他们出来做官 连续请了三次都没有得到回应 于是太公命人逮捕并诛杀了他们 周公弹听说了此事 派遣使者责问太公 狂育化氏是著名的贤士 如今您刚刚受封就诛杀贤士 这是什么道理 太公解释道 这两人扬言说 我们不臣服天子 不结交诸侯 靠自己耕作吃饭 靠自己挖井喝水 我们无求于人 不要国君给的名声 不要国君给的俸禄 更不愿意为做官而忙碌 既然他们不肯臣服天子 不愿结交诸侯 那么我一个国君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臣服 与之结交 况且他们不需要国君给的名声 即使聪明 也不能为我所用 他们不要国君给的俸禄 即使贤明 也不能为我立功 他们不愿意做官 就无法管将 不接受任用 就是对上不忠 如果民众都以他们为榜样 那么我还怎么当国君 因此我才诛杀了他们 听了太公的解释 周公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 齐国立国之初 自然条件很差 史书上的说法是 富海细路 少五谷 而人民广 因此太公英帝制宜 确立了工商新国的方针 通商工之业 便于言之利 齐国因此迅速富裕起来 在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方面 太公英其俗 捡其礼 保留当地的风俗 简化各项礼仪制 从而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周五王去世后 其子周成王年上 由五王的四弟周公弹设政 五王的三弟管书仙 五弟蔡书渡 对此事感到十分不满 因此与帝星之子武庚 一起在商朝故地发动叛乱 东部地区一些原本亲父商朝的方国 以及东夷族也纷纷响应 周公率军讨伐叛军 让少公事向太公传令 东至大海 西至黄河 南至穆陵 北至吴帝 此间诸侯如有罪过 其国皆可讨伐 太公配合周公 平定了叛乱 眼国 伯孤国这些响应叛乱的方国 也被消灭 周承王包享周公太公的功劳 把眼国的故地 封给周公的长子伯秦 建立鲁国 把伯孤国的故地赐给太公 齐国的疆土得以扩大 周承王还让周公与太公地结盟约 互发盟誓说 世事子孙 无相害也 太公去世后 其子屡集继位 视为齐丁公 齐丁公被周承王委以重任 留在周朝都城浩经 执掌虎奔之事 到了周承王之子周康王在位时期 齐丁公与国情 王孙谋 晋侯谢 一同辅佐朝政 周康王赐给他们珍宝之器 以示奖励 齐丁公去世后 他的庶子公子德继承军位 视为齐以公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 本来应该由齐丁公的嫡子继位 但是继子却选择让位给齐以公 有人认为继子这是在让贤 然而史书中并没有关于他让位 原因的记载 事实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齐以公即位后 把崔义赐给继子作为封地 因此继子以崔为事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权臣崔柱 就是继子的后代 齐国的邻国己国也是炎帝的后裔 是齐国的江姓同宗 然而齐及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 西周中期发生过一起事件 更是将两国的仇恨推向了高潮 齐国第五代国君齐哀公遭到启侯诬陷 在朝见天子时被周夷王碰杀 周夷王另立齐哀公的义母帝公子靖 视为齐胡公 然而都城迎丘的国人并不支持齐胡公 因此胡公迁都国姑 齐哀公的胞弟公子山与迎丘人合谋 打算推翻齐胡公 公元前860年 公子山率领迎丘人攻打齐胡公 负责养马的邹马虚 之前受到过齐胡公的虐待 因此趁乱杀掉了胡公 把他的尸体扔进了背水 公子山自立为君 视为齐县公 第二年齐县公下令驱逐齐胡公的儿子 然后把都城迁回迎丘 加以扩建 扩建后的都城东墙濒临滋水 因此改称临滋 到了齐县公的孙子齐厉公在位时 由于施政暴虐 引起了国人的愤恨 齐胡公的儿子趁机返回齐国 率领国人袭击齐厉公 后来胡公之子和齐厉公在混战中双双丧命 国人只好让齐厉公的太子即位 视为齐文公 齐文公地位稳固后 把参与杀害齐父立功的七十人全部处死 齐文公在位十二年 他的儿子齐承公在位九年 这两代国君在位时间都不长 接下来继承军位的是齐庄公 顺带一提 齐国两位嗜好为庄的国君 一些书籍会用齐前庄公 齐后庄公的称呼加以区分 齐前庄公二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 浩京也遭到劫掠 第二年 刚刚即位的周平王迁都落役 周王室的势力大幅削弱 周朝东迁后不久 齐前庄公就开始主持小型的诸侯会盟 不断扩大齐国的影响力 公元前七百三十一年 齐前庄公去世 在位长达六十四年 他的太子德臣早已去世 因此由太子德臣的弟弟公子陆府即位 视为齐西公 齐西公与正庄公结盟 经常参加郑国发起的军事行动 西公认为郑国的太子乎很有才能 因此想把女儿文江嫁给太子乎 太子乎拒绝 并且对其他人说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配偶 齐国是个大国 不是适合我攀亲的对象 诗云自求多福 靠我自己就足够了 哪里需要依靠大国 于是齐西公把文江嫁给了鲁桓公 文江在出嫁之前 就和兄长朱儿有私情 文江出嫁后 朱儿仍然对自己这位妹妹念念不忘 齐西公享有一番作为 他打算灭掉己国 为当年己国诬告而惨死的齐哀公报仇 公元前七百零七年下 齐西公与正庄公一同谋划 打算突袭己国 己国人事先得知了风声 严密戒备 齐西公只得取消了这次突袭计划 第二年四月 己侯会见鲁桓公 希望身为齐西公的女婿鲁桓公 为己国求情 不久之后 己侯再次访问鲁国 恳请鲁桓公向周天子请令 让天子出面调解齐几两国的矛盾 鲁国和己国来往密切 让齐西公感到十分不满 这年六月 北戎入侵齐国 诸侯联军去救援齐国 其中正国军队由太子乎率领 太子乎英勇善战 一举击溃北戎 俘获戎人的统帅大梁小梁 齐西公用食物靠牢诸侯军队 鲁桓公替老丈人 安排好牢军的先后顺序 他按照封决的次序 把正国排在了后面 这让太子乎十分恼怒 太子乎回国之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父亲郑庄公 于是郑庄公邀请齐西公 一同进攻鲁国 齐西公本来就想教训一下 偏袒几国的鲁桓公 他不仅答应出兵 还拉上了自己另一个女婿 魏宣公 就这样 齐正位三国联军进攻鲁国 一直打到鲁国都城附近的狼翼 才撤军 如此一来 齐西公和鲁桓公这对翁婿 算是彻底撕破脸了 公元前701年 郑庄公去世 太子乎几位 视为郑昭公 郑昭公刚刚几位 国内政局不稳 在宋庄公的干预下 郑国执政亲债族 拥立了郑昭公的弟弟郑利公 郑昭公被迫逃往魏国 宋庄公仗着有恩于郑利公 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赌 郑利公无法忍受 打算出兵教训一下宋国 鲁桓公出面调解郑宋两国的矛盾 但宋庄公不给鲁桓公面子 摆出一副不肯合作的态度 鲁桓公勃然大怒 果断加入了郑利公的阵营 决定和宋国开战 同时加入郑利公阵营的 还有启国 齐熙公不肯和仇敌 启国加入同一阵营 而且齐熙公支持的是郑昭公 他对债族拥立郑利公 这件事感到十分不满 因此齐国联合魏国 南烟国一同加入了宋庄公的阵营 公元前699年2月 双方展开了会战 齐、宋、魏、南烟四国联军 被郑、卢、己三国联军击溃 齐熙公很是郁闷 战败回国后第二年就去世了 太子诸儿即位视为齐湘公 齐湘公和宋庄公再次组织 诸侯联军进攻郑国 包围了郑国都城新政 联军焚烧渠门 一度攻入城中 拆掉了郑国太妙的船子才被击退 联军认为已经达到了报复目的 于是撤走 公元前697年 郑国执政清债族驱逐了郑立宫 重新迎回郑昭公 随着郑昭公的复卫 郑鲁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宣告破裂 毕竟郑昭公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 就和鲁桓公闹过不愉快 失去了郑国这个盟友 鲁桓公打算和齐国重修就好 他先后两次与齐乡公进行会盟 但是齐鲁两国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缓解 而且就在鲁桓公第二次与齐乡公会面后不久 两国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公元前694年征运 为了展现鲁国寻求和解的诚意 鲁桓公和夫人文江一同前往齐国会见齐乡公 齐乡公在落地与鲁桓公夫妇见面 随后把他们接到齐国都城林姿 齐乡公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妹妹文江 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和文江私通 鲁桓公觉察到两人的奸情 非常恼火 因此怒斥文江 文江向齐乡公哭诉 齐乡公于是起了杀心 他邀请鲁桓公饮酒 把鲁桓公灌醉 然后派遣历世公子彭生 送鲁桓公回去 公子彭生扶着鲁桓公登车 趁机折其血 即徒手折断肋骨 鲁桓公当场丧命 消息传到鲁国 鲁国的亲大夫们认为此时讨伐齐国难以取胜 所以只是派遣使者对齐乡公说 我们的国君到贵国重修就好 礼仪完成之后却没能活着回来 我国不知道应该归罪于谁 这件事在诸侯之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请贵国严惩公子彭生 来消除这种影响 齐乡公顺势把责任推到了公子彭生头上 处死了公子彭生 五月鲁桓公的灵鹫 从齐国运回鲁国 桓公与文江所生的太子童继承军位 视为鲁桓公 鲁桓公的母亲文江留在齐国 没有回国出席鲁桓公的葬礼 到了第二年正月 鲁桓公也不举行正式即位的典礼 想用这种方式触动文江 使他回国 于是文江短暂的返回鲁国 两个月之后 又到齐国去见齐乡公了 鲁桓公不能阻止 此后文江多次往返于齐鲁两国 鲁桓公念及母子之情 对此事听之认之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 齐乡公急于重塑自己的正面形象 公元前693年东 齐乡公向世仇几国宣战 开战前 齐乡公命令补官占卜吉凶 补官占卜之后 对齐乡公说 军队要损失一半 齐乡公说 寡人就是战死了 也不算不吉利 于是齐乡公率军讨伐几国 公占了平 姿 吴这三座城 到了公元前691年 齐侯的弟弟带着西义投靠齐国 齐国只剩下国都及周边地区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690年 齐国彻底吞并齐国 齐侯流亡国外 就这样 齐乡公为九世之前的齐哀公报了仇 宫阳传对此事评论道 九世有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以 先君之耻 由京君之耻也 京君之耻 由先君之耻也 公元前689年冬 齐乡公率领诸侯联军 护送自己的外甥魏惠公 回国复位 当初魏惠公不得人心 被魏国的清大夫们赶出国 如今齐乡公强迫魏国人重新接纳魏惠公 自然遭到了魏国人的反抗 第二年正月 周庄王派遣王仁子突 率领王师去救援魏国 齐乡公不把天子的亡命当回室 照样率军击退了王师 6月 齐乡公攻陷魏国的都城昭歌 铲除了魏国国内反对魏惠公的势力 魏惠公得以重登军位 为了表示感谢 魏惠公拿出国库里的宝器送给齐乡公 文将请求齐乡公把这些宝器分一部分给鲁庄公 毕竟鲁国也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 齐乡公当然不会拒绝自己妹妹的请求 他慷慨地把魏国的宝器转送给鲁国 并且说 此非寡人之利 鲁侯之利也 公元前687年 齐乡公派遣大夫连称管治府 驻守魁秋 正值瓜熟季节 齐乡公向连称管治府承诺 等到明年瓜熟的时候就派人替换你们 结果到了第二年瓜熟之时 齐乡公并没有下达替换的命令 连称管治府请求派人替代 齐乡公不同意 连管两人十分愤怒 于是和公孙无知勾结策划叛乱 这个公孙无知是齐乡公的堂弟 当初齐乡公的父亲齐乡公在位时 很宠爱公孙无知 公孙无知的服饰 生活待遇都和太子一样 齐乡公即位后 剥夺了公孙无知的特殊待遇 公孙无知因此怀恨在心 如今连称管治府打算对齐乡公发难 公孙无知也乐于和他们一同策划 连称有个堂妹在齐乡公的后宫 不受乡公宠爱 公孙无知指使他去侦查齐乡公的情况 许诺夺取军位之后就立他为夫人 公元前686年12月 齐乡公在贝丘打猎 遇见一头大野猪 齐乡公的随从指着野猪说 这是公子彭生啊 乡公听了这话 勃然大怒 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 于是用剑射向那头野猪 野猪像人一样 用后腿站了起来 大声提叫 齐乡公吓得从车子上跌了下来 摔伤了脚 弄丢了鞋子 回到宫中后 惊魂否定的齐乡公 命令侍从屠人费去找鞋 结果没找到 于是乡公就打了屠人费300遍 公孙无知连称管制府 听说齐乡公因受伤而行动不便 趁机率领私兵突起宫殿 在宫门口遇见了屠人费 屠人费说 先不要进去 以免惊动宫中 惊动宫中就难以得手了 公孙无知不信 屠人费就脱下衣服 露出遭受鞭挡的伤痕 公孙无知这才相信了屠人费 让他先去打探宫中的情况 屠人费入宫后 将公孙无知等人叛乱的事情 告诉了齐乡公 让乡公赶紧躲起来 叛军在宫外等了很久 不见屠人费出来回应 于是冲进宫中 屠人费和乡公的另一位 是从十之分如一起抵挡叛军 双双战死 齐乡公的进尘孟阳 代替乡公躺在床上 也被叛军杀死 叛军看到孟阳的相望 说这不是国君 样子不像 有人看见屋门下 露着人脚 把门拉开一看 发现齐乡公正躲在门后 于是杀掉了乡公 连称管制府 随即拥立公孙无知为君 第二年春天 公孙无知前往 大副拥领的封地游玩 拥领曾经被公孙无知虐待过 于是趁机杀了公孙无知 随后拥领通告其他亲大夫 说无知杀害先军相公 我已经诛杀了他 请各位另立其他公子 我为命是听 齐乡公的两个弟弟公子鸟 公子小白此时身在国外 他们都是新军的后骨人选 就这样 新一轮的军位争夺 将在公子鸟 公子小白之间展开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 九和诸侯一筐天下 齐国称霸的原因何在 又为何在桓公死去之后 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敬请期待春秋风云人物系列 第二十一集 齐桓公与管仲 关于吕尚遇到周文王的事情经过 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出自史记的记载 吕尚在渭水之冰垂垫 被外出巡猎的周文王遇见 文王与吕尚交谈之后十分高兴 说 我国的先军太公曾经说过 今后一定会有圣人到我们周国来 周会因此而兴旺 恐怕说的就是宁旺 我国先军太公 盼望您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因此周文王尊称吕尚为太公旺 任命他为太师 第二种说法出自孟子离楼篇 史记也加以收录 根据这种说法 吕尚游水各国 未得知遇之君 后来听说周文王贤民 于是主动投奔文王 第三种说法是 周文王被地心关押在游里时 他的大成散一生 红妖招揽了吕尚 三人共同访求珍宝美女 将这些献给地心 从而赎毁了周文王 为了褒奖吕尚的功劳 文王回国之后就重用了吕尚 这种说法也被史记收录 与前两种说法并列 第四种说法出自屈原的诗句 黎骚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吕望之古刀兮 遭文王而得举 屈原的另一篇长诗天问中也有 失望再次昌和时 鼓励阳生后和喜的诗句 综合这些诗句 可之旅尚在集市上当屠夫时 操刀腰问引起了周文王的注意 根据汉代王毅对黎骚的注释记载 正在肉库里操刀的吕尚 对周文王说 下屠屠牛上屠屠国 文王听了之后十分高兴 于是重用了吕尚 吕尚辅佐周文王 采用怀柔与武力 征伐相结合的手段 使周人的势力迅速扩大 文王去世后 吕尚继续辅佐周武王 周武王娶了吕尚的女儿易江 生下太子宋和书渝 太子宋就是后来的周承王 书渝则是晋国的始祖 公元前1046年征运 由于商军主力出征冬迪 周武王打算趁此机会进攻商朝 出兵之前 武王命人用尸草 龟甲占卜吉凶 结果大凶 吕尚建了 立刻推开尸草 践踏龟甲 说枯骨死草 视为启太功 此时的周朝 只是推翻了商朝在中原的统治 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 迎丘递进东移 周围的衍国 伯孤国 都是原本倾赴商朝的方国 周武王把太功封在此地 一方面是为了翻平周势 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 周朝在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 太功刚到迎丘时 就遭到来仪人的攻击 击退来仪之后 太功又遇到了当地名人 不肯合作的问题 狂裕化氏是当地著名的贤人 他们认为不臣服于天子 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 太功请他们出来做官 连续请了三次都没有得到回应 于是太功命人逮捕 并诛杀了他们 周公弹听说了此事 派遣使者责问太功 狂裕化氏是著名的贤士 如今您刚刚受封 就诛杀贤士 这是什么道理 太功解释道 这两人扬言说 我们不臣服天子 不结交诸侯 靠自己耕作吃饭 靠自己挖井喝水 我们无求于人 不要国君给的名声 不要国君给的俸禄 更不愿意为做官而忙碌 既然他们不肯臣服天子 不愿结交诸侯 那么我一个国君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臣服 与之结交 况且他们不需要国君给的名声 即使聪明 也不能为我所用 他们不要国君给的俸禄 即使贤明 也不能为我立功 他们不愿意做官 就无法管将 不接受任用 就是对上不忠 如果民众都以他们为榜样 那么我还怎么当国君 因此我才诛杀了他们 听了太功的解释 周公也就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 齐国立国之初 自然条件很差 史书上的说法是 富海细路 少五谷 而人民广 因此太功英帝制宜 却立了工商新国的方针 通商工之业 便于言之利 齐国因此迅速富裕起来 在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方面 太功英其俗 捡其礼 保留当地的风俗 简化各项礼仪制 从而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周五王去世后 其子周成王年上 由五王的四弟周公弹设政 五王的三弟管书仙 五弟蔡书渡 对此事感到十分不满 因此与地心之子武 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 吴国的公子济札访问鲁国 欣赏了各国的音乐 当岳宗演唱 岳宗 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美在 泱泱呼 大风也在 表东海者 齐泰公呼 意思是 美啊 如此辉红的气魄 这是大国的音乐啊 作为东海诸国表率的 大概是泰公的国家吧 在这一集里 我们就来讲一讲 齐国这个泱泱大国的早期历史 齐国的开国之君 吕尚 江姓 吕氏 明尚 一明旺 自子崖 他辅佐周文王之后 被称为泰公旺 由于吕尚担任太师 后来周五王遵他为师尚府 吕尚受封于齐 因此也被称为齐泰公 史书上对吕尚的称呼有 吕尚 吕旺 吕崖 紫崖 上府 师尚府 师旺 太公旺 太公 齐太公等 姓 氏 和一之后 民间俗称他为江太公 江子牙 据史书的记载 江姓出自炎帝 炎帝的后裔分散 形成了许多江姓国家 位于今天河南南阳的吕国 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史记的说法 吕国在余下之际立国 宗氏后裔以吕为氏 其中一些沦为庶人 吕尚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史记 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早年居住在东海之兵 战国策 说院则记载 吕尚被汉父赶出家门 为了谋生 吕尚在商朝的别都 昭哥当过屠夫 在吉金的旅店里 当过佣人 根据史记的记载 吕尚博学多才 他曾凭借才学 侍奉过帝心 然而不久之后 还是离开了商朝 孙子兵法 用剑篇也记载 周知心也 吕崖在英 故为明君贤将 能以上志为贱者 必成大功 意思是 周朝的兴起 是由于重用了 在英商为官的吕崖 所以明智的国君 贤能的将帅 如果能用 极有智谋的人 做间谍 一定可以成就 大的功业 一起在商朝 故地发动叛乱 东部地区 一些原本 亲父商朝的方国 以及东夷族 也纷纷响应 周公率军 讨伐叛军 让少公事 向太公传令 东至大海 西至黄河 南至木陵 北至吴帝 此间诸侯 如有罪过 齐国皆可讨伐 太公配合周公 平定了叛乱 衍国 伯孤国 这些响应叛乱的方国 也被消灭 周成王包奖周公 太公的功劳 把衍国的故地 封给周公的长子 国情 建立鲁国 把伯孤国的故地 赐给太公 齐国的疆土 得以扩大 周成王还让周公 与太公地结盟约 互发盟誓说 世事子孙 无相害也 太公去世后 齐子屡集继位 视为齐丁公 齐丁公被周成王 唯以重任 留在周朝都城浩京 执掌虎奔之势 到了周成王之子 周康王在位时期 齐丁公与国情 王孙谋 晋侯谢 一同辅佐朝政 周康王赐给他们 珍宝之器 以示奖励 齐丁公去世后 他的庶子公子德 继承军位 视为齐以公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 本来应该由 齐丁公的嫡子 继子继位 但是 齐子却选择 让位给齐以公 有人认为 齐子这是在让贤 然而史书中 并没有关于 他让位原因的记载 事实究竟如何 不得而知 齐以公集位后 把崔义 赐给齐子 作为封地 因此 齐子以崔为氏 春秋时期 齐国著名的 权臣崔柱 就是齐子的后代 齐国的邻国 己国 也是炎帝的后裔 是齐国的江姓同宗 然而齐及 两国的关系 并不融洽 西周中期 发生过一起事件 更是将两国的仇恨 推向了高潮 齐国第五代国君 齐哀公 遭到启猴诬 在朝见天子时 被周夷王碰杀 周夷王另立齐哀公的 义母帝 公子静 视为齐狐公 然而都城 迎丘的国人 并不支持齐狐公 因此狐公迁都 国姑 齐哀公的胞弟 公子山 与迎丘人合谋 打算推翻齐狐公 公元前八百六十年 公子山率领迎丘人 攻打齐狐公 负责养马的 和之吉凶 于是周夷王率领 兵车三百胜 骨奔三千人 甲氏四万五千人 向东进军 二月 周军抵达梦京 与雍 卢 鹏 朴 鼠 枪 威 矛 等部族和方国军队会合 随后 周军渡过黄河 由于商军主力 来不及从东部地区 回师救援 一心只好武装 大量的奴隶迎战周军 二月 甲子日 两军在墓影相遇 吕尚率领一百名勇士 率先冲击商军 周武王的主力部队 随后跟进冲伤 诗经中的大名义诗 描述了吕尚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为师尚辅 实为阴阳 两比武王 刺伐大商 意思是 太师尚辅的身姿 就像那展示的雄鹰 他辅佐周武王 迅速讨伐大商 面对周军猛烈的攻势 商军中的奴隶全无斗志 倒戈帮助周军 商朝大军 轻刻瓦解 帝兴逃回别都昭戈 自焚而死 周朝随后占领昭戈 商朝灭亡 根据一周书 市府篇的记载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周军陆续消灭了商朝 王姬的残余抵抗力量 以及周围轻腹商朝的方国 控制了原来商朝的中兴区域 关于如何处置 商朝王姬地区的移民 周武王询问了群臣的意见 吕尚的意见是 闲流阙敌 十米有余 意思是 把这些敌人全部杀掉 一个也不要剩下 邵宫氏的意见是 有罪者杀之 无罪者活之 意思是 杀掉其中有罪的 让无罪的活命 周公诞的意见是 使其各居其宅 田其田 无便救星 为人士卿 意思是 让这些商朝的移民 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 不要改变他们的习俗 亲近其中具有人德的人 最终周武王采纳了周公诞的意见 对商朝移民 采取怀柔政策 周武王把地心的儿子武庚 封在商朝故地 继续商朝的祭祀 让自己的三弟管书仙 武帝蔡书渡 去帮助武庚 管理商朝移民 随后周武王 分封宗卿与功臣 吕尚被封在迎秋 建立齐国 继续商朝移民 派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